我听过日本的战略专家 他特别提到 他说中日如果爆发军事冲突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东京 实施何止轰炸 是毫无悬念 心上没有道德挂碍 就是讲的这种民主仇恨 就四方面 这个中美日台 四方面来讲 我看起来只有中国大陆 有意愿说 我愿意举全国之力 来打这场战争 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 是凝聚了100年的创伤 所以他的老百姓 愿意为这个牺牲 那请问美国可能不敢读这个 不敢 日本敢不敢 不敢